有一點弧度 細細的 這裡長度普通 這裡略長 但也不是他要表現 中間是收緊 收緊要表現的是這一個燕尾 長 之前有寫過 上面寫的比較小 然後他這邊的筆畫做得很開啊 有點殘破 因為後面都沒出現 就自己拆一拆吧 上面口很大 口很大 然後 上寬下 往旁邊伸 不要太往下面 往旁邊伸 往旁邊伸的話 那這個所有的燕尾啊 就可以 做大一點 拉長一點 表現一下 好 都寫得很重 把這寫得很重 就寫得很瘦 上面就寫得很長 很長 寫得很挺進 加粗細挺進中 帶一點點摩擦 往旁邊伸展 然後那話呢 右邊伸展都寫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長 這邊是出到細 一點弧度 上寬下載 上寬下載 好 加一點粗細 一樣上寬下載 上寬下載 上寬下載 這次倒是沒有寫得很寬 這個掠往旁邊推 口掠往右邊歪 這個耳朵旁離得好遠 因為有殘破 修化 加一點重量 鼓起 捲 頂上去 上去 敲高高 下面寫扁 細 做到細 細的筆畫 這也是細的筆畫 用來一個大大的孔 其實我說 對它這個大大的孔 一直有點小異間 覺得有時候寫得太大了吧 不 好久沒有練習 甘筆寫字 再練習一下 就不沾末了 我一直覺得綠蘇啊 本身外形上的漂亮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乾濕的變化 就會覺得平淡無奇 好 這已經乾到已經破掉了 稍微慢一點 稍微慢一點 堅持 不沾末 讓它乾乾的洗 這在新書裡面比較容易出現 一般寫立書人比較不會這樣寫 一般人寫立書大部分都平順地寫 把每個字寫漂亮 每個字都有乾濕 我覺得這樣子 整體感不足 每個字都有乾濕 那畫面上看起來 其實都差不多 就沒什麼意思 所以主張 有些字就是乾乾的洗 有些字就是濕濕的洗 為 你 你 你 有些人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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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